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田里有什么你知道吗 田里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胡同啊 胡同是中国北方方言名词指狭窄的街巷 今日以北京的胡同最为著名 走了这条街是叫护国寺 护国寺大街 这条街上有特别多 特别多的小吃 三大顿 这个是一家奶酪店看到了吗 对 还有一家什么 还有一家 KTV 对 KTV 这个 这个是王胖子驴肉火伤 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些炸创 老北京炸鸡 这个炸鸡特别好吃 要不要吃 可以 你好 来这鸡腿来一个吧 一个大概是多少呀 一个半斤多点 半斤多 行 那来一个就行 三十三十五 还有一点 三十五 只闻付款 可以 来吃吧 好 谢谢 切开吧 切开吧 交灯口 走啦 这个是我每次来这边找我朋友玩的时候 都会买的一个炸鸡 这个是一家 护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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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国寺小吃店 其实很多的北京的传统的早点啊 小吃都在那里面卖 现在这个雾霾已经没有了 早上出来的时候雾霾特别严重 这块是有很多的面食 有煎饼 还有手抓饼 这儿 走啦 炒一下麻 是吧 噓 扫一下麻是吧 询白 品牌 日本的能路 店 行 还不要 有 ô 相 verdad 六 library 我 不是 不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就是他的家 我已经录了一圈了 是吗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朋友家的这个房子是改造过的 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台电脑 键盘 鼠标点 这个算是键盘点了 电脑桌 然后这儿的话有一个 单人沙发 然后下面这些坐的 坐上去特别舒服 后面这块然后还有一个 沙发 是一个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一个沙发 这块 这块应该是杂物 然后这是有 叮叮叮叮叮叮叮 我觉得这个灯真的很好看 可以够张吗 对 我朋友是特别有 艺术艺术气息的那种人 这个 这个是我朋友家特别 特别老的一台 留声机 留声机 然后这个是挂钟 挂在墙上的一个表 这个呢是一台钢琴 这个也是一个橱柜 这有一台灯 哎 这个 这个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这个是沙漏 把这个放过来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沙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是漏下去的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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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觉得你懂的是鸡 莫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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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你懂的是鸡 不好意思 low 所以它是叫shallow 然后这个呢 是一台特别老的收音机 收音机 这个是吹风的 这还能用吗 还蛮管用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平常用的 这个很大的一张桌子 然后这个是书柜 这里面有这个水浒传 水浒传是一个很有名 很经典的中国文学著作之一 如果喜欢经典文学的 可以去看一看 这俩人已经上厕所回来了 因为在胡同里头没有厕所 不是 家里边的厕所上不了 那个下水管太小了 所以我们从小都去外边上的 对 但是你就是小便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 对吧 就是大便不可以 然后这个是厨房 这是什么花 薄荷 哦 薄荷呀 这个是薄荷 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 鱼叶兰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 我爷爷现在教我咬花 这是吊篮 然后还有一个植物叫碰碰香 碰碰香 过来看碰碰香 我没穿鞋呀 那 我过来过来 碰碰的 然后就 碰一碰就香了 是吗 我碰一下 碰碰香 这 你闻闻 这罐有很多的茶叶 这是 这是什么茶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花茶 绿茶 绿茶 然后红茶 这个是很多的调料 对吧 这个是辣椒粉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盘子 我来吧 我来吧 咖啡 咖啡 研磨器 打不开了 是吗 我们都拿这个磨 以前是拿那手摇的 还记得吗 记得 这些是还没有洗的碗 这是电饭锅 电饭锅上面是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饭盒 聪明啊 这个是饭盒 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呢 郭成瑞 对这个是什么 叫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说吧 抽油烟鸡 对这个叫抽油烟鸡 然后这是一个电饼 锅 对 这是一个电饼称 电饼称 大蒜 对这个是蒜 然后这儿呢 然后这儿呢 下面还有 对你再说一次 洗鸡 慢点说 洗鸡 洗什么鸡 洗鸡 对 这个呢 郭成瑞 垃圾桶 什么 这不是垃圾桶吗 米缸 这还真是米缸 我们都以为是垃圾桶 然后我朋友收藏了很多很多的帽子 对 紫帽 帽子 好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其实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见吧 再见 再见